时至暑假,吉林大学校园内十分安静,崔氏鹤穿上厚重的赛车服,在学校的场地内练习赛车技巧。 这个假期,崔氏鹤和吉林大学学生赛车队的伙伴们留在学校,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做准备。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是一项由高等院校汽车工程或汽车相关专业在小学生组队参加的汽车设计与制造比赛。 各参赛车队需要在一年的时间内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一辆符合相关要求的赛车来完成比赛。 车手跟这个座椅贴得越紧,它越能体会到这个车的一些车人姿态的变化。 这是一个6.13圈带。 然后我们这个方向盘也是一个快拆结构,所以它可以很容易地这样往上一推,然后再松开,就这样卡上去了。 然后再这样一拆可以拿下来。 我们在点火的时候,一般是需要先把这个前环开关打开。 然后拉着离合再点火就可以了。 然后在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仪表上面可以显示我们的档位、转速,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引擎温度或者是混合器的一些信息。 结束当天的赛车技巧训练后,崔师赫和伙伴们走进车间,继续练习车辆拆装技巧。 吉林大学学生赛车队指导老师王达介绍,该车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7年,包括极速燃油方程式车队,极速电动方程式车队, 肯赛节能车队和肯赛巴哈越野车队。 十余年来,该车队先后自主开发各类赛车30多辆,目前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学生科技创新团队之一。 目前,这支赛车队由95后和00后担当主力,已有300余名队员。 我们的队员是以吉林大学汽车学科的本科生为主,包括汽车、机械、材料、计算机、新能源等等,覆盖了总共有13个不同的学科。 已经参加过两届比赛的李中豪今年将继续参赛,他和他的团队将利用这个暑期,紧锣密鼓地进行前期准备。 这个暑假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整车的装备以及赛车跑动的测试。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单列盒回来之后,进行了整车装备,赛车测试,以及一些试验。